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是这样 我指的大体监证是说 死了有些人就是 这个身体就拿给医学做解剥用 就是提供医学来帮助解决人类 其实出发心绝对是对的 但问题出在哪里 你死人身上是找不到疾病的答案的 这是我一路研发的过程中 很深刻体悟的 比如说原始点 如果今天要发展 我也从死人下手 然后每个死人我也按按看 然后问他痛不痛 我揉一百个一千个都没有答案的 他也不会告诉我哪里痛 哪里有效 对吧 那我们怎么以人为本 以病为师 这个完全就空谈了嘛 对吧 所以医学很明显就不是在解决死人 而是解决活人 那要活人一定有一个必备的条件 一定要有热人 他有一个后面的推动力 如果中医讲也许可能就是气血之类的 那些无形的东西 所以你器官组织要运作 你没有这些推动力你怎么运转 要不然你很明显嘛 死人他组织器官神经什么各种都有 但为什么他不动呢 所以你在那里一直画来画去有什么用 少了那个就没用啦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 但少了这个 西医说哎呀你这个 这个是因为某个组织器官引起的 都要小心 事实上我们的身体是一整体在运作 所以你才有生命 对吧 所以我们是一个 讲到这里就你们已经知道 原始点是一个什么 整体观 而西医是微观的 他着重在某局部的 但是反而忽略了更重要的东西 会产生这样 所以我叫你们读一些组织器官是什么 就是叫你们小心 不要随便给西医割啦 了解吗 他说哎呀你这个是 这个痛是由肿瘤引起的 肾肿瘤引起的 要割 你不要真的两颗肾 你就给它割了一颗啦 以后另外一颗很吃力的 好 应久了可能也会出问题 两颗才比较好用啦 所以身体每一个部位 都没有一份是多余的 也不要听他说 哎呀你常常感冒 那扁桃腺就痛 把扁桃腺 这个扁桃腺是多余的 把它割起来就好 以后感冒都不会扁桃腺痛 因为没有啦 是吧 有没有人这样就被割了 有啊 真的啊 然后有时候肿瘤他说 哎呀我连附近的子宫卵巢 我都帮你割 反正你年纪也大了 不生了嘛 对不对 那个都多余了 我帮你顺便捞一捞 把它解决 有没有可能 我也常常听过 但我要告诉各位 没有一样是多余的 母亲给你的是一个完整的 绝对不要轻信 那那些都是破坏性 因为你身体的整体的免疫力 抵抗力 它怎么产生的 它是要热能跟组织器官互相合作 然后协和的运作 彼此互相帮忙 然后才产生的 如果切了哪一样 另外一样就会受影响 然后就会影响到整体的抵抗力 跟免疫力 了解吧 所以万万不可 那如果生病了 为什么会生病 很简单嘛 我说生病不外两种嘛 这些致病伤身之炎来伤到我们怎么样 身体的时候 它不是影响组织器官的运作 的产生体伤 就是怎么样 影响热能不足嘛 然后才会导致症状 就不会这样 所以你处理 必然还是要着重在 组织器官运作还有热能 不能偏向哪一方面 甚至从体伤 体伤是整体的运作 失调的一个状态 原始点绝对不会说 哎呀你这个是由肝引起的 肾引起的 有没有 不是从组织器官 哪一个部位引起的 都不是 它不会 它指的就是一个整体的概念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 两种思维的概念 完全是不同的 疾病的症状的产生 虽然以单一组织 或单一器官的运作 有没有关系 我们也承认有关嘛 因为它是整体的运作而产生 那当然跟单一也包括嘛 对不对 但绝对不是阻因 不能说哪一个单一的引起 所以即便单一的组织或器官 被检查出有异常 那这个异常也不是导致 疾病症状的阻因 了解吗 譬如说你脑中风 西医说哎呀你是脑部出血 才变成半生碳乱 好像单一的组织器官影响到其他 不能这样说 它一定是有体伤跟热能不足 对不对 那体伤它是一个整体的运作 了解吧 它是各种器官组织运作失调 为什么我这样说